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说说这位阿姐出位了 出位发生什么事这么出位 就是反华 其实这位阿姐的名字叫唐百合 她的英文名字也叫Lily 也对的 配方也挺对的 Lily 百合 Lily Tan Williams 当然她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共和党人 因为她的反华言论也挺厉害 挺厉害的 看回这位阿姐 她的视频也有各大的社交媒体 也是有报的 那岸百合姐姐呢 她就是六十岁 就是日前 在美国《新汉部十二周》 华裔共和党候选人 就跟这个 这个是民主党的对手 也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我们经常说沙利文 原来她的对手就是沙利文老婆 叫Medi Goodlander 激变 激变之后 其实她亦都在网络上走红 唐百合 走着她什么呢 就是她就说 攻击对方 你都不知道普通人的苦难 因为她 滑多滑少还是这些口音 但是她觉得很接地气 其实她有点假扮特朗普的 就是说到 你这样是不行的 不过我听到最新的 这个是选情 因为还没完全选 但是她都落后沙利文老婆 十个百分点 暂时 我们说是暂时 什么都暂时 那这位姐姐仔 她就说 你干嘛这样 原来她 就是大陆出生的 成都人 那就是四川 四川的 那当然 之后亦都是 有一个 他亦都是在 他就说 我在毛泽东年代那里 就是在毛的年代那里成长的 所以呢 他就说自己呢 就是受过这个文革的迫害 这样说 这样说 他亦都是 就说自己很狂 那我想他真的在大陆是 就是试过贫困生活的 所以他说话就是 你说接地气 什么都好 但是有些事情都有一些市井 那也都说 你不知道普通普罗大众 多惨啊 那还有呢 他就亦都是 有个人说 哇他这些 口音很有魔性 有少少 有少少是口音 但是 不多其实都ok的 说真的 那不少共和党人就说 他呢 揭露政治精英 你这些自由派的虚伪 但是更加呢 更加呢 联系到他中国移民的背景 就捧为呢 哎 和阿钦说呢 一样 就是美国梦的代表啊 那原来 他就自称是 这个小老板 小企业主 那就是新美国人 那其实呢 都是有几百 最少几百万美金身家的了 那看看 唐姐的经历呢 虽然呢 他就是 就是 叫做反华急先锋 那他呢 反华就是他 今次美国 这个选举论坛最大标准 那他就是他个人事业 很大程度上 依靠 帮助美国企业发展 在华物业起家 哈哈 这个很反华 但是呢 他也是赚 和中国有关的钱 哦 有些其身不正啊 老闆 你要干干净净 等于我们之前有节目都说过 你那些 说得很危险啊 什么东西那些 喂 其实 都是在中国有业务的 赚你不少 赚不少啊 那百合姐呢 当然 他说得很激烈的 其实真的 又说他是中式口音 都挺接地气 就说 你民主党的沙利文老婆 假扮穷人 一点不接地气 即是说他离地中产 其实 那他 是的 这件事 暂时 我们说暂时 其实又好像没什么用 暂时都是输十几百分之 但是很难说 因为他开票 我早知道他开了六成 我不敢说他一定输 不敢说他一定输 那百合姐呢 其实呢 就是和这个 葛德纳辩论时 就是新韩部十二洲第二选区的 众议院议席 那两个人对经济 移民和外交政策有交锋 那在最后的总结当中 那这位 就好像 沙利文老婆 葛德纳辩论 就说呢 其实缓解通罪 是没有邻丹妙约的 反而他说得对的 反而 但是你知道 因为人们说他 是华人版的 download Trump 那这位女士说得很大 就是这位女士 就是说 共和党不止你一位候选人 扮d Trump 是 个个都扮他的 以前到现在 个个都特朗普主义上身 是 没错 他也说 我们只能够尽量压制痛苦和抗争 其实他反而是理智的人 他批评唐百合 支持是税收政策偏蛋有钱人 而他认为 政府应该对中产 是减税的 对此唐百合 就举手反驳 就很生气了 其实那些七情相面 都很像是download Trump 就说 你本身是精英阶层 过千万美金的 这个是 价值 就是这个 资产过千万美金 他说唐者也不差 唐者也不差 唐者也几百万美金 即是不差 那没办法 是为普罗大众提供共情 其实说真的 你们这些政治精英 没有那么少一钱 都是 数不到举 那你又不是很共情 白合姐 白合姐就说 你是有钱人 成二三千万身家 你怎么知道 你普通穷人的感觉 其实说真的 你等于那天 就像是download Trump 去炸薯条一样 你整个家族 是有钱人 也很出身的 做地产商 你穷极也都可以 每个亿美金身家 你和人家炸薯条 炸垃圾车 多有垃圾车 他就讽刺拜登 我也有见到 这样的反光衫 你说这样的出身 这样的人 根据你的说法 又怎会知道 窮人是多惨呢 是一样的 他在大陆捱过穷 他应该在大陆真的捱过穷 因为经历了文革 我说是沁商 沁商当然是不穷 撑他 他是富三代 你说了解穷人 沁商不是一样 一样不了解 那世上是不知道 那他就了 唐伯后就反问 你自己买东西 你有去过Wallmark 有没有买过食物 有没有跟Wallmark的人聊天 有很多人 在我抱着我们哭 实际上是很可憐 但是是否抱着你来哭呢 我就不知道了 唐伯后也说 自己没有钱做电视广告 就说不像你 你沙利文老婆 知道你很多地方有资产 还故意出来租屋 也说你扮狂 有些人都是扮狂的 他就是 但是说实际上 有资产 你也认识其他地方 那可能他不走脚 就租屋住了 就是你扮狂 也说房租很贵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 那套住得很舒适的房子 留给其他人 自己搬出来 小心 你这个说法 有些太过社会主义 很共产的 自己搬到扑翅茅夫的200万美金大责 会不会呢 也说拜托吧 你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有什么困扰 当然 白俠姐之后 这种说法 其实都得到共和党人广泛 而且多了很多涌等 就是我们普通话说圈粉 圈粉无数 就认为他揭露了自由派的虚伪 诺健呢 诺健呢 诺健他令到一个享有特权 不接地气的左翼人士 叫他收声 原来他的影片 即是罵Q 沙利文老婆 有700多万的播放 那有人呢 亦都说 哎 你可以被嘲笑 但是 被这个是这些 broken English 即是说 他的英文 跛脚英文 嘲笑 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嘲笑 那 他就不是很broken 我觉得他的英文 听得明白 不是很坏 说真的 也算可以的 另外看回原来 联邦的财务报告 因为你选举肯定是披露的 那其实呢 你新罕布十二周 每个参选人 都是过百万身家的 他预估资产中位数 远远高 喂 这些都是 就算唐 唐姐 白盒姐 其实你都高过新罕布十二周 普通居民的 是入息中位数的 很多 是的 肯定的 你都会说 你做生意 以前 你很早时候回大陆做生意 其实应该都赚不少 看看 Gutena 即是沙利文老婆 是前司法部的官员 虽然他批评新罕布十二周的房租高企 但对他个人来说 其实住房也不是什么问题 你老公也赚助到你 是吧 根据沙利文 2024年联邦财务披露 其实 因为他们都要共同 原来他有六百到三千万美金之间的信托基金 因为你不知道 有些他披露不完 只要给你一个 range 持有大量房产 包括在佛罗里达州 这么有钱 有个高尔夫购墙 真是很有名 应该过钱 还有新罕布十二周 一个小型赌场 那不就很有钱 不可能很小 因为我们这里有些小小的人民很贵 但是都已经比很多美国人有钱很多了 与此同时 其实 这个唐百合的身家 虽然没有沙利文老婆那么多 但是 条件都很忧郁 原来 他的资产最少三百八十万美金 即他有个 range 就是三百八十万到八百六十万美金之间 都很好 他自称来自四川一个工人阶层的家庭 至少很结局 亦都是在中国大陆读法学的本科 并且之后就是执业了几年 后来他就说1988年 他就依靠一名美国教授的资助 前往了德州的奥斯丁分校攻读相关的学位 并且 88年 89年其实个个都可以拿到身份 其实也都证明了 这个大陆是宽容的 对吧 他不是一样给你有大陆的生意 那就是拿到庇护身份 因为他 其实澳洲也是 你只要是大学生 他不查你那么多 你都可以拿到澳洲身份 当年了 90年就和丈夫 他的丈夫叫John Williams 所以他的姓也叫Ridham 结婚 并且90年成为美国公民 当然了 他也是反华最出名 也说我就是美国梦的代表 我有一百 不如你一说去移民 有人就说你移民 攻击他 他说不是 我是合法到达美国 尋求庇护 他也是 因为他是学生 然后再寻求庇护 就说不懂说英文 现在和丈夫管理多处 房产 拥有一间自己的咨询公司 过去几年 唐姐更加积极 在霍氏新闻网的媒体演讲 亦是全美演讲 都讲述自己逃离 这个共产中国 他很讽刺 喂 反华 其实他竞选口就说 哎呀 我不可以令到我心外国家 变成我逃离的国家 即是我不可以令到 哎呀 我用黄友一句话 就是 今日中国 明日美国 可以这么说 哈哈 那之后 但是 原来他 哎呀 赚钱日子 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他九十年代的时候 最赚钱的时候 曾经 就和香港和美国企业管理 就是 并且第三方公司 负责 沃默在华业务整体管理 这样啊 啊 那其实呢 他自己创立的公司 也是专门帮美国企业 提供和中国相关的商业咨询 哎 会不会这样啊 相关咨询就叫你不要去大陆做 咨询团队就说 你直接不要去大陆做 原来专门帮助外企 在华投资 开发业务 那他公司当然有些简介 原来呢 他就说 他公司叫ACM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都挺厉害的 就专门是帮外企 提供在华投资 开发项目 以及 中国当地法律问题的 这个质询 他这样呢 即是和中国业务来往也多 那后来呢 他也想着把唐女士 塑造为一个 中美之间强力 倡导者和有效联络人 即是我们说的超级联络人 是啊 这些被人攻击你是 内奸的 是啊 没错 王友最喜欢攻击这些 这么熟 介绍中国有什么说好中国故事 赚共产党钱 怎可以顺利 他就说 他们公司致敌于 中国和科罗拉多州之间商业和文化交流 原来2002年的时候 他曾经为科罗拉多州律师 组织过一场中国行 大陆让他回去 你不要说什么 你不要说不行 就为了建立 中国和科罗拉多州法律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 并且曾经为多个中国商务代表团 访问科罗拉多州 是担任翻译的 这些商务代表团 其实是有官方背景的 你看 和中国那么好关系 会不会假扮反华的 很多组委很喜欢这样说的 不真王 其实 他也不满 美国通过了外国者法案 这位唐白俠也曾经短暂退出共和党 但是2016年 他就以美国第三党派自由二治党的候选人 竞选议员有失败 并且签署党内的自由州项目 并且决定搬到深海埔十二州 这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价值 后来他又觉得当然了 这个树大好成梁 就是加入共和党 也说自己自由州项目不是活约成员 顶你 其实他更加像个政棍 对吗 更加像个政棍 不过都很配合阿琛 大家知道阿琛的女儿 其实以前不是东莞有厂吗 记得 东莞有厂 对 他履厂的投资都相当大 对 没错 好 这一节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